一個一個冒出來的跨界休旅車 這一階段來看 已經是為期超過一年以上的時光 你會發現各個品牌都 多多少少會出現一些 油電的車款 超跑也有 我們來看看麥拉倫也推出了 第二台的油電車款 我們從2012年看到麥拉倫P1 油電超跑猛獸 到現在這一台 應該說是麥拉倫 相對比較親民的一台 油電猛獸 油電車是一個 或者純電車是市場上的一個新的方向 這個方向其實從三年前就開始 三四年前 所以我們看到有 大家的都紛紛往油電方向靠攏 理由是什麼 就是碳排放的限制 就是希望在歐盟6期的時候 碳排放能夠降到一個標準每台車 如果超過碳排放的數字要罰錢的 所以大家都想辦法油電化 來降低碳排放 這樣叫法規的觀念 目前這個車已經有 存電行駛30公里左右的能力 而且可以充電 它當電動車就好 它可以符合第一級油電車就是 plug in hybrid的概念 就是譬如說我上班的 理程在30公里 我就上班都用電 下班用電 那我是旅程比較長的時候 這個油才加進來 這已經在超保中 比較少做這個樣的方式 之前有做到是 我記得Panamera的plug in hybrid 在高級車中也是用 油部分可以插電 就是讓你純電行駛 對沒錯 心裡頭告訴自己說 我今天又在為地球 敬一本心力量 其實一脈大人來講 之前其實它有P1 它也是油電 但是為了負荷動力 但現在這個油電 我覺得是為了賣車 我是有點膚淺 這是一個缺失 也是一個算麥拉倫的一個原性質 因為今天都是在 底級超保這時候 我們已經歸納到 這所謂hypercar裡面的時候 就是這種油電系統加進去 那現在算是 這個集聚裡面的一個首創 台幣大概1300萬左右的 什麼產品這種大小裡面 會放進去的這種油電超保 對 那這個油電超保並不是說 它要強調它的節能怎麼樣 事實上 它的目的就是我的節能 他必須節能才在賣車 因為節能我就必須要講 因為 通常是因為環保特定好棒吧 對啊 所以環保特定 因為他們弄了一個 全新的這個CM-F1的 這些法規出來的時候 對車廠來講就是一個 標準 讚 他就希望 其實這個條文很複雜 簡單有一個重點 就是他希望 車廠以後在 以後賣的車子 平均油耗 這個油耗你要到達20公里而已 北公升20公里的水準 那對於車廠來講的話 傳統內燃機都已經做了那麼久 那我要花多少錢 才能增加這一點點的效率 這是有效果是有限的 那你今天突然往上拉的這個標準 是我做不到的 因為這個包含你這個 所謂的工業的加工的這些技術 因為以前 現在以前油耗越來越好 以前可能過時 我還記得大概在2000年 1995年2000年那時候 油耗過時 就叫做這個車很省油 11 12那時候Civic 11 12那時候很漂亮 現在隨便都15 16 那現在你沒有這個15左右 不要跟他講 然後而且是不管你是性人車 還是不是性人車 基本上你就可以達到這個標準 嗯 那所以說 他們還有另外一種做法 對 就是 我們剛剛有講到這個Civic的時候 我縮小我的引擎的鋼筋 單鋼引擎排氣量縮小 對 先通過你的標準再說 他們只能玩數字遊戲 這間車廠你做了多少產量 你的碳排放量是多少 對 我知道跟誰合作 你有做你都做小車 讓我跟你合作 我買 花錢買一些你的數字過來 哇 大家想跟叔叔可以做好朋友 對 所以說Toyota也洗了 把數字也洗了 真的 就是這樣的話 變成說他們做這些任性產品的時候 他才用這樣滿足環保代理的要求 有些車廠給油電加進去也不會過 是 那這樣怎麼辦 不要賣啊 不要賣 不要賣的時候 有車廠很多車廠 尤其是賓士 福斯 大集團直接說 好 那我不做了 我也不想花這些時間成本下去研發了 好讓人傷感 我就跟你拚了 這時候政府就跳出來了 好 那我們再演繹一下 這個標準可能接下來還會調整 對 但是這個趨勢現在已經吹到了 位於綢繆 已經吹到這種超寶上面 沒錯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整體性 來看的時候 那其實對消費者也漸漸的覺得好像 有油電好像也沒什麼不好 好像滿不錯的 然後包含電動車現在很多人都想要嘗試一下電動車 然後原來是在市區道路很安靜的在行駛的時候 有些人覺得這是很有趣的 是好的 不要說超跑品牌了 就連我們去看X5 就算他沒有這個輕油電 他一樣車子進得來 一樣還是驗得過 一樣還是能賣 但他還是要位於綢繆 所以他必須要把油電的系統放進去 多了一個縱效馬力11P 那是未來在做一些鋪路 那回過頭來看 那我就不得不想到最近這個 前一陣子改款 這個聲量也蠻大的 賓士C-Class 他也是有48V 那C-Class其實這台車進到市場 很多人說從設計面 還有從他很多的方方面面 你會覺得好像他已經有一台小S-Class的感覺 雖然然一刻不以為然 但是真的有啊 看起來質感啊 長相啊 賣相都很好啊 沒有辦法我就老人 因為我就覺得 老靈魂 C-Class就是C-Class 不准你泡沫的線 線已經畫好了 應該每一個不同等級的車子 你定位不同等級的車子 應該有不同的個性 但是現在為了這個所謂的家族語彙 你真的是 你不是就算我們在第一線這樣做 第一線這樣子看這麼多的資料 有時候會覺得 怎麼外型 好像很接近 你隨便去抓個路人甲來 都是賓士啊 對 他們已經分不出來 不知道是CES啊 是哪一台 只能看照片 或者說看實測用大小 對 我就是會看大小 大一點可能是S-Class 小一點啊 又沒那麼小也沒那麼大 那就E吧 用這樣來拆的 不然你就學那個Perjol啊 就把那個Mark寫在前面 這508 這是2008都寫在上面 還看不 他們直接 而且更妙 我覺得有時候很想揍那個總設計師 他到後來去分了CES 現在用頭燈 如果LED是一個燈還是兩個燈 還是可不可以學什麼智慧型 用這樣來分別 我就 現在頭燈也那麼多種 你會選你核一滴也核一滴 智慧型這種矩陣式的那種頭燈 這麼多種 你怎麼會叫人家去寄那個東西 對 說實在的 我現在要去分CES 我以為你講得多厲害 至少你看一下頭燈嘛 對 但是 換個角度 我必須又要再換個角度 買C-Class族群 撐到了 因為像C-Class的話 你現在買C-Class 你會覺得我跟S-Class是一樣的 不是小S呢 對啊 當然就是大小 有些S-Class超好 有些S-Class出來 就是訂訂的車界指標 訂在這邊 我這十年標準在這邊 下一個就是看 我看你邊邊邊七系列 你要怎麼出招 但是常常就是 沒關係我已經訂在這邊了 我管你怎麼出招 你就是我的最隨者 然後這次呢 就是回到C-Class的話 你先買C-Class 確實會有你剛剛講的 我不用買S-Class 我買C-Class 因為你看它整個中控面板 那一整塊那個曲線 對 哇 再去看S-Class 一樣啊 一樣啊 那就是 哇 真的是買C-Class 買C-Class還不錯 買那麼多錢 是要做什麼 MBUX這個東西 你再跟它這個 配賓士 你好賓士 人家年輕L有 對 年輕L有 你C-Class那個軟體 這些都會再進化 你進化 你S-Class也是進化 對不對 除非你 你S-Class 你都多了一個實際 可以給它八頭而已 對 S-Class畢竟還是做後面 是後座 你C-Class後座 你就真的沒有辦法跟S-Class比 但是內裝質感是你光用看的 我先講內裝 對 包含用料質感 你看這幾年的C-Class 為了要跟這個三系列拚 真的是真材色要全部丟下去 真的 感覺變成 哇這個真的是 沒什麼好挑剔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外型的話 我就只能說外型 為了家屬 也會 真的越來越像 真的 然後再加上如果接下來 全新車型 現在是四門房車的 C-Class 再來 敞篷車型 也是 雙門車型 然後再來什麼類似 Shooting Brake 這些再出來 哇 你叮到蠻路一直要把C-Class這樣 你走去那個展示間 對 一整排停出來 你可能才會分得出來 喔 哪裡不一樣 就一點點小小微小 不一樣而已 平常的時間去展接 然後客戶一台一台開關 這什麼車 哪一台你可能還會講錯 每台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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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可能會講錯 你可能會講錯車型 這樣 沒關係我相信第一線銷售月代 他們也會講錯 我真的問過 我們去問我們的好朋友 尤德 以後去考他 不要在節目上搶人家的名字 等一下以後每個客人都考他 考他然後再答錯就是 但是他們也因為這樣子 前線銷售人員更用心更用功 他必須要K很多資料 他才不要在客人面前浪纏 那太難了 因為現在引擎配置 喔 這個組合太誇張了 以前的 我就常常就講以前的規格表是翻開來 兩頁搞定 賓士DMW都很多車型 現在一疊 現在喔 等一下那個APP就挑出來 這些 你的東西是多少 太多太多了 這真的沒有辦法 那有點像 但是這個就是為什麼 滿足消費者 對對對 因為畢竟人腦是肉做的 我們不是電腦 所以就變成說 他現在價格在拉那麼長 對啊 從入門到頂規 對 我忘了講一點 真的要罵到底 蛤 老人一定要罵 我的六缸怎麼都不見了 對喔 現在是四缸喔 不然你C C-Cas C63 市場上以前 大家那種B8引擎那邊講說 這個排氣量 喔這個穗精 買C就是為了他的B8 就是要那個聲音 這樣出去那種聲音 結果現在你變四缸引擎 你還給我C63 人他有雷子耶 我還要換音樂 對嗎 對喔 自己打自己 嗯 好吧 對就是 沒辦法因應這個社會 這個地球 代表一下 就是因為這個環保好環保 對 所以沒有VA 對大家就忍耐一下對不對 那我們要講到最近 其實很多旅行車很好看喔 嗨各位跨車小銀家們 看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我們的最新資訊喔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試駕通通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WinWin跨界大銀家吧